七十一岁夫人到邮局 林桂要领两百万 说是要买黄金 但行员担心他被诈骗 通报警察 所以你是买两百万 他会直接拿给你吗 黄金啊 没有 他要拿钱去买 然后他会送到我家 夫人告诉远景 他没被骗 不信你们跟我一起去金氏店 这时金氏店老板来店了 你来来吗 热相 对 你到了吗 好好好 警察会跟我下去 他们要保护我 远景告知妇人 让他们也确定 这不是诈骗案 再交易 我们要确保就是安全 所以你们是要去 我们要去电离的 还是你要接他到我电离 我们跟你去好了 你没称之了 对啊对啊 互抄的部分 远景临时改变情务 妇人抱着这两包 共两百万元现金 坐上警车 由警方护送 到大墩路上的金氏店 国际黄金价格高涨 8月8号上午 每盎司大约落在 2390美元上下 银楼报价 每钱大约新台币 9700元左右 复人到邮局 领了200万元现金 远景确认不是诈骗 再载他到银楼买黄金 顺利完成 护潮任务 TVBS新闻 陈启君红 采论台中采访报道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 跟中华队一起All In